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申请搁置引渡昨日进行第三天庭审 孟晚舟本人继续亲自出庭 孟的辩护律师向控方索取更多资料与文件 包括要求法庭公布加拿大边境服务局与皇家骑警 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之间的三方通讯记录 包括往来电子邮件 手机讯息及笔记本内容 并强调还应公开与此有关的所有FBI成员的名单 昨日孟晚舟的律师团队仍将交点集中于CBSA及RCMP的滥用程序行为 辩护律师芬顿直指 CBSA没有必要对孟的护照等个人证件及手机进行检查 因为CBSA检察官与警员有权直接使用手中的逮捕令 立即逮捕刚刚下飞机的孟晚舟 芬顿解释说 逮捕令的内容显示 当孟身处家国领土范围内时 可对其进行逮捕 而并非是将其拒之国门以外 故花费三个小时对孟晚舟进行检查 审问 之后再实施逮捕行为的做法似乎并不合理 芬顿认为 该做法的唯一目的就是CBSA想要搜集到的信息 一并交由FBI处理 另外 芬顿质疑CBSA也未按要求对审查过程做适当的记录 一些事实也并没有上报 孟晚舟昨日身着条纹浅色衬衣 肩上披着一件绿色外套 下身穿着一条黑色长裤 脚穿黑色高跟鞋 对比先前两日的贵戏打扮 此次低调很多 孟晚舟脚腕处的电子脚料也被长裤遮住 开庭后 她除了继续仔细阅读成堂文件外 还经常做笔记 听审期间 相比开庭前两日的座物虚席 昨日出现大量空位 听审过程中 孟的其中一位辩护律师马丁曾回头环顾听审席 这个动作持续了大约10秒钟 在孟的律师团队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及看法之后 本案法官霍尔姆斯回应表示 这些观点都应该根据具体的法律条文 此外 律师团队所谓的公开CBSA RCMP及FBI之间的三方通讯记录说法 也过于笼统 需要更具体的说明所需要的资料是哪些 对此 分顿花费了大约两个小时相与之相关的法律条文逐一列举 然后直言不讳地指出 需要这三个部门之间的往来电子邮件 手机讯息及笔记内容 包括逮捕孟晚舟之前之后的全部交流记录 分顿说 更重要的是 还应该公布所有与此事有关的FBI成员名单 因为律师团队发现在现有资料中这些名字都被隐去 不知这是否为刻意之举 分顿还在法庭上陈述说 CBSA在去年12月1日下午2点20分 将搜集到孟晚舟个人信息交给了RCMP 根据前天24日的庭审记录 孟晚舟当日的被捕时间为下午2点11分 而在7分钟之前 孟被CBSA收走了两部手机 且可能是非自愿交出开机密码 此次庭审从本周一23日起 将持续共计8天 昨天是第三天 法官表示 将从下周一开始再继续进行余下5天的庭审 届时 法官可能会对辩护律师提出的公开通讯记录的要求 做出回应 他用自己的奋斗创造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奇迹 难民在当今这个时代 已经成为令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存在 一看到这个词汇 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 混乱暴力冲突等一系列负面的东西 欧洲各国难民潮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更是让人对难民这一群体爱不起来 然而在20年前 一个中国的女难民却创造过一个奇迹 她在种族偏见尚未完全消除的加拿大 登上了政坛的顶端 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一样的故事真的发生在上个世纪末 1999年10月7日 一位黑眼金黄皮肤的华裔女性 在全世界的聚焦下宣誓就任加拿大总督一职 在这片土地上 她将代表英女王行使权力 加拿大的所有法案都要经过她的签字方能生效 她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女总督 她就是武兵之 1941年的香港笼罩在日寇占领的巨大阴霾中 在日本人入侵之前 年幼的武兵之过着典型的附加千金生活 她的父亲武英才非常有经商头脑 早年辗转奔波经营 攒下了一份可观的家业定居于香港 1939年武兵之出生之后 在家庭的庇护下一时无忧快乐成长 可以想见 如果没有战争 武兵之的生活将会像那些民国剧理的大小姐一样 骄傲名利 成为一名美丽优雅的名媛 然而日本人的铁蹄碾碎了这一切可能 武兵之的身份将发生巨变 武英才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 为了全家人的安全 决定带着妻子和孩子移民到加拿大 可是对于当时的武英才一家来说 这却是一个艰难而又痛苦的决定 因为当时的局势和如今是大不一样 武兵之一家想要移民到加拿大 必须以难民的身份申请入境 1942年 上次在智林的武兵之就这样跟随父母 迷茫不安地踏上了加拿大的土地 于中国难民的身份 武兵之从小就遭到了很多白眼和区别对待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 稍有不慎就会积累起一腔怨分 很容易自暴自弃或者报复社会 但是武兵之却以一种最积极的态度 去面对这一切 他的选择是用自己的努力和成就去赢得尊重 在学业上 武兵之从小就是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用优异的成绩赢得了老师和同学的尊重 在社交上 他更是落落大方 从不为自己的难民身份感到自卑 而是热情开朗地和各族的同学交往 社交能力越来越强 1960年 21岁的武兵之从多伦多大学毕业 此后两年 他游历各国 对各国的风土人情进行了深入了解 1962年 他前往法国攻读研究生 当1965年 他拿到硕士学位重返加拿大的时候 已经具备政界精英的素质 然而 令人意外的是 他却没有选择步入政坛 武兵之选择了传媒行业 在加拿大的CBC电视台 优雅干练的武兵之 成为了一道最美的风景 通过电视屏幕 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民众认识了武兵之 并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之外 武兵之现见在公共事务上展露锋芒 1982年 他凭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担任安大略省驻法国总代办 1989年 加拿大名校多伦多大学 邀请他担任高级研究员 加拿大国家文明博物馆 财产管理委员会主席 也成为了他的头衔之一 这位来自中国的传奇女子 也引起了政界高层的密切关注 1999年9月 加拿大总理向英国女王提名武兵之 担任总督 不久之后 英国女王正式下达任命 1999年10月7日 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 武兵之宣誓就任加拿大第26任总督 在这加拿大历史上有特殊的意义 她是第一位华人女总督 上任之后的武兵之 不负众望和以前那些安居于庙堂的总督不同 武兵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之中 多次赴偏远地区对军队进行慰问 据统计 武兵之一年出席的各项活动超过900次 2005年武兵之离开总督之位的时候 被外掘誉为加拿大历史上最出色的总督之一 从一个中国难民到加拿大总督 这段征途中究竟要遭遇多少艰难 只有武兵之自己最清楚 他用自己的奋斗创造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奇迹 正如武兵之的父亲曾经告诫他的那样 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你想要得到什么 必须要自己努力工作 这种教育理念缔造了加拿大首位华人女总督 更是无数中国移民在海外安身立足的至高信条 加拿大虽然有免费医疗 但是大家都在为缺少医生效率低下而苦恼 也许未来这一情况会有改观 最近加拿大卫生信息研究所的一份报告称 加拿大的医生人数增长比人口增长高出一倍多 本周四发布的这个报告显示 2014年至2018年间 加拿大人口增长了4.6% 而同期医生人数增加了12.5% 其中曼尼托巴省和不列甸哥伦比亚省的医生人数增幅最大 各超过17% 而魁北克省的医生增长最低为5.9% 略低于星斯科社省6.5%的增幅 该研究所的医生经理杰夫·巴林格说 尽管过去十几年来 医生数量的增长快过人口增长 但许多加拿大人仍然认为很难找到家庭医生 他在沃泰华接受电话采访时说 最大的问题是 医生越来越多和找不到医生之间似乎存在着脱节 加拿大卫生信息研究所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性组织 与各国政府与利益攸关方合作 收集和提供有关政策管理护理和研究的信息 巴林格说 2018年加拿大有近9万名医生 相当于每10万人中就有241名医生 是有史以来人均医生数量最多的一年 加拿大统计局2016年的数据显示 12岁及以上的加拿大人 有15.8%的人表示 他们没有正规的医疗服务 数据显示 魁北克省25.6%的居民中 没有正规医生的比例最高 其次是萨斯科尘温省为18.7% 阿尔波塔省为18% 自由党领袖特鲁多 在本周早些时候做出了一项选举承诺 要确保所有加拿大人都能获得家庭医生 巴林格说 对寻找正规医生的病人来说 医生数量多起来的消息是令人鼓舞的 他还说 没有处理好的一个问题是 这些增加的医生数量 是否出现在最需要的地区 我们在全国个体看到 患者正尝试获得医疗服务时 确实出现了问题 尤其是在农村和偏远地区 报告还显示 加拿大女性医生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自2014年以来 女医生人数增加了21% 而男医生增加了7% 巴林格说 该报告还统计了医生的收入 加拿大医生每年平均收取的临床费用为34万5千元 从新斯科社省最低的26万7千元 到阿尔波塔省最高的38万5千元不等 2017至2018年间 通过全民医保支付的全加拿大 临床总支出为274亿元 比上一年增长了3.9% 塑料威力在什么食物或饮料里最多 啤酒 盐 自来水都不是 根据一个加拿大研究小组刚刚发表的一份报告 某些高等带泡茶的袋子含塑料威力最多 一个小小的茶包可以在开水里释放出 116亿颗塑料威力和31亿颗塑料纳米粒 这个数量连研究人员都感到意外 主持这项研究的迈吉尔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图芬吉 在接受CBC采访时解释说 得出这个结果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 他的研究计算了大部分其他相关研究 没有包括的更小威力 但是一个不能否认的原因是 大部分食品和饮料中的塑料威力属于意外污染物 而喝用光滑柔软的丝质带包装的高档茶包 根本就是往水里加塑料 目前关于塑料威力对人体的危害还没有很深入的研究 但是一些专家认为 目前人类接触的塑料威力数量 已经远远超过以往的研究采用的数据 另外体积更小的塑料纳米粒可以穿过细胞壁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